全球瞩目的英王加冕仪式近在眼前 这天除了是英国君主更迭的重要时刻 对非洲艺术家来说也是缔造历史的一天 来自南非皮特古森小镇的一名女高音燕德 就受邀到白金汉宫为加冕礼独自演唱 是的 这位曾经周游多国歌剧院献唱的她 为何会成为英国皇室的新头号 那这就带您欣赏她那浑厚嘹亮的好歌 来临的5月6号是英王查尔斯三世加冕的重要时刻 也是南非女高音燕德事业平步青云的良辰吉日 现年38岁的她是史上第一位受邀到英国加冕典礼独唱的非洲人 从机会降临到开唱前夕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我记得当时我当时就想想 我为王宫要唱什么 我为王宫要唱什么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时刻 很严重的时刻 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 能够在我唱的乐趣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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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一张嘴 嘹亮动人的完美高音就渲染了全场观众 也征服了英王的耳朵 燕德相信第一次的演出更像是一场试镜 而她也顺利闯关了 歌唱是一份用灵魂在经营的事业 对燕德而言 音乐的力量在于凝聚不同道路与不同背景的过客 而她也格外珍惜天赐的嗓音 因此无论听众是国王还是平民 她都用心诠释每个音符 毕业于开普顿大学歌剧系的她 曾周游多国歌剧院演唱 并在2016年发行首张专辑 燕德将在英王嘉敏仪式上演唱名为 圣火Sacred Fire的曲目